应该尽速持续立委 让检调尽速进行侦查 刚奔赴北极站 把民众党新主书市长 候选人高宏安的前助理们 提供给他的相关资料 给调查局 前民众党干部林冠年 说要替这些吹哨者们发声 加班的表单 然后劳健保单 薪资单 这个我们看过 经律师确认过 也觉得这个没有被 这个photoshop改过 或是电池记录改过的痕迹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东西 交给调查局 表示这些助理们 这几天听到高宏安的说辞 依然相当愤怒 因此决定把相关市政公开 领怪年率先跳出来 替不愿曝光的吹哨者讨公告 不过现在其中一个吹哨者 被起底 现在已经转到民进党立委 何欣纯办公室任职 让火烧到何欣纯身上 而实际走一趟何欣纯办公室 今天证实 这位高宏安的办公室前助理 仍目前确实在何欣纯办公室工作 高宏安助理费争议 每日一报 因此现在就被外界质疑 并非助理自发性提出检举 是民进党在政治操作 因为民进党真的很会选举 所以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去保证说 或是确认说 他们之后还会不会再出什么招 那当然你说还有没有奥博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是这回跳出来替吹哨者发声的零冠年 过去曾经是民众党新竹县 竹北市长参选人 因为酒驾被撤销党籍 而当时高宏安就是新竹县市党部主委 两人疑似就此结下两字 高宏安的助理费争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助理们的逆袭 又让高宏安的选情增添更多变数 欢迎新闻与潘建认台报道